大家好,我是小林丰卫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北京人早上热度很高的一款早点,炒干 吃干可以补铁,补血,明目 特别是青少年现在用眼特别多 疫情在家玩手机的也多 适当的吃一点护眼的干 这个非常必要 炒干可以配糖油饼吃 包子吃也可以配油条,芝麻烧饼,或者配炸糕 总之北京人早晨非常喜欢吃它 做好的炒干特点应该是汤汁晶莹透亮 猪肠滑嫩软烂 猪肝鲜香可口,蒜香浓郁,醇厚美味 做炒干必须选好原材料 新鲜干净的猪肝和肥肠 是必须的 肥肠必须认真清洗 这是肥肠,我把它剪成了段 然后里面的可不是水哦 那是白醋 一定要醋洗它,才能去出它的异味 剪完段以后,把肥肠翻过来 然后把里面白的油给去掉 有的人喜欢吃那个油 但是我觉得太油腻了 所以我把它翻过来 把油去掉之后 这样再做得长 没有油腻的感觉 非常好吃 我用白醋洗了两遍 现在第三遍 再用热水 再把它搓一遍 经过这样处理的肥肠 它就已经没有什么腥味了 现在烧一锅水 里面放上几粒花椒 一些料酒 几片生姜 这样把刚才清洗的肥肠 放里煮一煮 现在我们开始处理干 干很干净 同样的方法 把它煮熟 看煮熟以后的干 组织非常细腻 很香很香的 把它切成薄片 你会看到 很薄哦 不能厚哦 煮熟的肥肠也需要处理一下 如果你掘着油 就把里面的肥油 用刀把它刮一下 有的人喜欢吃 当然就随你咯 处理完的肥肠 把它切成小段 备用 现在我用热水又洗了一遍 基本上非常非常干净了 这几位调料都很清楚 我们现在把50克的淀粉 用水漆开 备用 大约两头的蒜 把它切碎 备用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做炒干了 把油烧好 不要很多油 一点就可以 把刚才准备的几位调料 把它炒一炒 然后依次放入我们准备好的 干净的肠 和切好片的猪肝 把它炒起来 能翻锅的就翻一下咯 像这样 有点大厨的感觉哈 然后依次要放入料酒 10克 来一点老抽 要上色 然后再来一点生抽 大概10克 是为了增加它的味道 我们现在不能放盐 做熟了之后再调盐 这样更进味儿 然后 现在加入的是开水 开水的量 只要没过猪肝就可以了 不要很多 经过了十几分钟的炖煮 热腾腾的炒干 就基本上成型了 现在 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50克 调匀的水淀粉 沿着锅边撒进去 调匀之后 再拿勺背 推一推 这一锅基本上就齐了 记着别忘了 再加4克的盐 给它调味儿 最后一步 千万不能忘哦 就是撒蒜末 有的人喜欢撒在锅里 有的人喜欢 盛好之后撒在碗里 我喜欢后面 这样吃起来蒜香更浓郁 看看这碗 红又亮的炒干 怎么样啊 你想不想尝尝 我们开始尝尝吧 嗯 一口下去 仿佛家乡从未远离 还记得出国前 特意使劲吃了几次正宗的炒干 现在回想起来 依然清晰的记得 贴着碗边 稀露炒干的美妙声音 我是小林丰卫 如果您喜欢 记着点赞订阅哦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